在台湾空军的高层讨论会上 曹近平将军直接宣布 将对老旧的幻象2000战斗机队 进行中期生命周期评估 考虑延长其服役寿命 他提到将寻求原制造商的协助 进行详尽的延寿评估 然而前空军中将张延廷 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认为仅延长服役期并非长远之际 主张应优先考虑 对这些战机进行现代化升级 以应对现代战争的需求 张延廷指出 幻象2000已在台湾空军服役超过26年 机体老化严重 且台湾的海洋性气候 对其造成了额外的腐蚀影响 这些都需要得到重视和解决 张延廷的分析引起了与会官员的深思 他们开始重新评估 幻象2000的未来发展方向 考虑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 做出最符合台湾空军需求的决策 张将军的声音在会议室中回荡 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我们必须正视现实 即便是通过延寿手段 三年后 这些幻象2000的性能也将大打折扣 他们在现代战场上 将难以发挥出我们期望的作用 我认为 与其在未来几年内 不断投入资源进行修补 不如现在就下定决心 进行彻底的升级改造 这样 我们不仅能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 还能在未来 节省大量的维修和更换成本 他的话语中 透露出一种紧迫感 让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 和决策的重量 张将军继续阐述他的观点 详细分析了升级过程中 需要关注的每一个细节 特别是那些已经落后于时代的雷达和火控系统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 现有的云母和魔法飞弹 在面对新型流星飞弹时 将毫无优势可言 流星飞弹 那令人瞩目的200公里射程 以及其卓越的性能 都预示着未来空战的新趋势 然而 就在张将军的论述 似乎要说服所有人时 台湾空军之前 对幻象机队的积极评价 如同一股暗流 悄然涌动 曹近平将军接过话题 他的话语中 既有对张将军观点的尊重 也有对幻象机队现状的自豪 张将军的顾虑 我们完全理解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 这支机队在过去的日子里 为我们立下了汉马功劳 他们在我们的防空体系中 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而且 无论是双座机 还是单座机 他们都有各自独特的优势 双座机的高使用率 证明了他们在执行复杂任务 和飞行训练中的价值 而单座机则在飞行时间上 有着明显的优势 我们已经对双座机 进行了严寿评估 并预计整个机队的服务年限 将得到显著延长 这场讨论在两位将军的交锋中 达到了高潮 会议室内的气氛紧张 而热烈 每个人都在认真思考 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 做出最明智的决策 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挑战的时代 台湾空军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面对是继续延长老旧战机的寿命 还是依然选择全面升级 这是一个需要极为谨慎 全面权衡利弊的重大决策 这一决策 不仅关乎台湾空军的及时战斗效能 更直接影响到国家的长远安全与发展 当前 台湾空军的高空高速拦截任务 主要由法国的幻象 2000年五月型战机承担 这些老战士 已默默守护台湾天空二十余年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性能逐渐衰退 维护难题也日益凸显 尤其是法国因用机问题 而暂停供应零部件 导致战机的维护率 大幅降至50% 这无疑加剧了台湾空军的困境 与此同时 台湾空军正积极推进 F-16战机的升级项目 并计划引进66架最新型号的 F-16V战机 以增强整体实力 然而 面对换下2000年五月型战机的老化问题 台湾不得不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 是继续投入资源进行升级 还是选择退役 并寻找新的替代者 在此背景下 美国军火商 适时提出了多款性能卓越的战机 供台湾选择 这些战机 包括即将在美国退役的F-15CD型 最新的F-152040C型 F-18EF型 以及改进型的F-18XT型 其中 F-15系列战机 因其高空高速 拦截的优异表现 和广阔的作战半径 备受台湾青睐 但美国方面则更倾向于推荐F-18 认为其与台湾自研的IDF战机 在零部件上的共享性 以及更强的电子战和视距外打击能力 将更好地满足台湾的需求 不过 F-18的航程相对较短 这也成为其一个不可忽视的短板 然而 美国方面提出的未来协同作战构想 即与F-35B和F-A-18混合机队 在航母上进行高效配合 为台湾提供了一个诱人的前景 如果台湾能够首先采购F-18系列战机 未来在引进F-35战机时 将能够无缝衔接 形成强大的协同作战能力 且说F-18系列战鹰 其起落架之坚不可摧 由善短距跑道上的翱翔与栖息 这对于台湾独有的战略蓝图而言 无疑是颗不可或缺的璀璨明珠 在细数该机族辉煌之际 其设计理念中 对成本控制与维护效率的极致追求 堪称一绝 这款双引擎勇士 在运营成本上 竟能与单引擎佼佼者 如F-16分停抗力 尤其是两者相较之下 更显其经济高效之魅力 回溯往昔 数据如镜 映照出F-16C每飞行小时的维护成本 约为8000美金 而F-15一则 高昂至21000美金之巅 反观F-18EF 仅以11000美金之资 奥利期间 这份成本优势 无疑为台湾空军增强空中力量时 铺设了一条性价比极高的康装大道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 F-18家族中的新星 F-18XT 不因匠心独运之作 它不仅弥补了前辈们的些许遗憾 更在性能领域实现了质的飞跃 其战力已足以与古代机师比高 追溯F-18的起源 它本是应美国海军之需而生 而其舰载版本 在昔日竞标场上 意识风光无限 YF时期 卖道之杰作 一度成为海军空战力气的热门候选 两者及其舰载衍生情 均在激烈的竞标战役中 留下了深刻的足迹 为了在这场技术与实力的较量中胜出 YF时期历经了脱胎换骨的蜕变 尤其是航程的拓展 得益于机身内部的燃油扩容 轻松跨越万磅大关 机头亦随之扩张 以容纳那直径惊人的28英寸雷达之眼 视野之广 前所未有 更兼航母起降之安全考量 YF时期的起落架 易火重生 稳健如山 而动力与航电系统的全面核心 特别是F404GE400无扇发动机的加盟 虽使发动机成本微增两成 但得益于机体减重一成 整机成本竟奇迹般地降低了5个百分点 此番升级 不仅赋予了YF时期更为澎湃的动力 与卓越的机动性 更服以增稳系统的机械飞控装置 直至后来的数字电船操控系统 彻底解锁了飞行姿态的无限可能 低空低速间 灵动自如 机无影角之线 最终 在美国空军的高级战斗机项目中 YF-16被选为最终机型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F-16战机 而美国海军则选择了YF-17 及后来的FA-18大黄蜂战斗机 1978年 第一架全尺寸发展型的FA-18A完成了组装 并在11月成功进行了首飞 随后在1980年 生产型FA-18A开始投入生产 并逐步交付给了美国海军 标志着FA-18系列战机 正式成为美军的重要作战力量之一 尽管FA-18A型号 在某些作战任务中 展现出了一定的能力 但其存在的诸多缺陷却不容忽视 这些缺陷显著限制了 其作为多用途战机的全面性能 首先 FA-18A缺乏夜视设备 这极大的限制了 它在夜间执行精确打击任务的能力 此外 其火控雷达系统的性能不足 无法搭载N-54等高性能导弹 进一步削弱了其作战效能 在机动性方面 FA-18A相较于F-16等先进战机也显得逊色 这直接影响了其在空战中的表现 而在载荷能力上 它同样不及 7舰载攻击机 更无法与具备超音速拦截 和多任务攻击能力的战机相提并论 面对这些挑战 美国海军在1986年 推出了FA-18C核D的改进型号 旨在提升战机的全天后作战能力 C型战机在航电设备方面 进行了重要升级 增加了自卫干扰机 阵列雷达等先进装备 并配备了多种夜间攻击补助设备 如AVQ 28公筛 可显示热成像导航吊舱等 这些改进显著增强了其夜间作战能力 同时 C型还换装了更强大的发动机 进一步提升了战机的整体性能 进入90年代中后期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和作战需求的日益复杂 FA-18C逐渐展现出了其作为多用途战机的独特优势 然而 美军并未止步于此 而是继续推进战机的升级改进工作 1992年 美军启动了FA-18EF超级大黄蜂的研制计划 这次升级 不仅仅是对C核地形的简单改进 而是进行了一次全面而深入的设计革新 这一角色背后 是美国海军对A-12引申舰载攻击机研发计划取消后的迅速调整 凸显了FA-18在海军航空兵中的重要地位 及其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 与C核地形相比 超级大黄蜂FA-18EF 在尺寸上实现了25%的增长 但令人瞩目的是 其零部件数量却惊人地减少了42% 这一转变得益于对机翼、尾翼、起落架等关键部件的重新设计 不仅加强了机体结构的坚固性 还提升了战机的整体性能 其中 不规则四边形进气道的采用 双锤尾间减速感的取消 以及机翼前缘边条的加大 都是显著而富有成效的改进 在动力系统方面 超级大黄蜂的升级同样引人注目 它换装了推力更为强劲的F414G400发动机 并配备了先进的全全线数字电子控制系统 使得发动机的性能得以充分发挥 同时 油箱容积的显著提升 也极大的增强了战机的续航能力 除了动力系统 超级大黄蜂 还经历了一系列系统改进 其中雷达和航电系统的升级尤为关键 从最初的改进型NAPG-73雷达 到后续升级为NAPG-79相控制雷达 这一变化不仅提升了雷达的探测精度和抗干扰能力 还赋予了战机合成孔径雷达测绘模式 使其在复杂战场环境中的作战效能得到了质的飞跃 尽管初始型号的超级大黄蜂已展现出多才多艺的能力 但美军并未止步于此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作战需求的乐意多样化 机载设备和武器系统持续得到升级和完善 这些努力使得超级大黄蜂战机的性能不断攀升 更加符合现代战争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 在超级大黄蜂的基础上 美军还成功衍生出了EA-18G电子战机这一重要机型 EA-18G以其卓越的电子支援和攻击能力 在电子战领域大放异彩 成为美国海军航母舰载机编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F-A-18系列战机逐步取代了F-14战斗机 A-6核A-7攻击机 以及EA-6B徘徊者等多样化舰载机型 成为美国海军航母舰载机的主力军 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技术的进步 更彰显了F-A-18系列战机 在海军航空兵中的重要地位 另有一款脱胎于F-A-18的改良战机 随位列装美军 却以其独特魅力深深吸引着台湾空军的目光 这便是被誉为沉默大黄蜂的F-18XT 近年来 乌银公司在美军装备竞赛中与遭挑战 F-22与F-35的风光 借由洛克希德、马丁·布兰 B-21隐身轰炸机像 翼花洛、诺斯罗普、德鲁曼之首 为维持市场地位 不因转而生耕现有战机的升级之路 F-15EX的成功便是名正 如今更携F-18XT沉默大黄蜂版 再度出击是要重振雄风 相较于现役的超级大黄蜂 F-18XT在外形上并无翻天覆地之变 依旧沿袭了那经典的空气动力学设计 但其内在之变 却只指F-35相较于 F-A-18EF的诸多优势领域 力求在这些关键环节上实现突破 面对舰载机航程的固有难题 F-18XT试图给出创新解答 传统的外挂油箱虽能应急 却以牺牲武器挂载为代价 尽在加油机方案 亦属权宜之际 难以根治顽疾 因此对于未来空中霸主而言 更远的航程成为了不可或缺的硬性指标 而这一追求 无疑加大了研发的难度与复杂性 美国海军在筹划下一代近载机时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机体结构的探索 雷达规避技术的革新 隐身涂层的研发 以及减少飞行热信号的技术难题 每一项都是对科技实力的极限考验 与此同时 内部装备的发展 也悄然影响着决策的天平 F-35C虽被寄予厚望 但实际交付的型号 在载赫与航程上 未能完全启合海军的严苛需求 这无疑为其在未来的天空舞台上的表现 蒙上了一层阴影 彼时 美国空军已毅然决然地 敲定了1170架F-35A的采购大单 而海军则对F-35C的态度 显得颇为谨慎 甚至一度推迟了订单 相反 他们却选择加大了 对超级大黄蜂家族的投入 这一决策与国会的期望背道而驰 引发了对于未来海军航空兵能力的深切忧虑 最终 在多方权衡之下 海军还是决定 接纳260架F-35C 这一决定 既是对现实的妥协 也是对未来可能性的期许 再者F-18XT沉没大黄蜂之内部燃油扩容至惊人的14400磅 此撞举直接赋予其在满载两枚2000磅重磅炸弹 与AIM-120中具导弹双弹之下 作战半径 预升至1350公里 较之基础版超级大黄蜂的1092公里 实现了质的飞跃 谈及超级大黄蜂之不足 其以下挂架的外八字布局尤为显眼 此设计虽有其历史成因 但在高速驰骋间不仅徒增风阻 更使挂在导弹成为雷达眼中的名标 封闭式武器舱的构想 正是为破解此等困境而生 它巧妙地将武器引力于机身之内 既削减了雷达反射 又维护了战机的隐身神医 此技术之先进 不仅汇集三代 四代战机 更前瞻性地预见到五代战机的需求 英国被公司置于F-35的基附炮舱设计 便是此理念之右翼实践 而波音匠心读运的封闭式武器舱 更可装载四枚AIM-120空空导弹 一举解决超级大黄蜂的外挂反挡 动力心脏方面 F-18XT换上了GE公司轻力打造的F-414发动机 此引擎基于F-404与F-414之精华 加力推力飙升24% 近距缠斗中 更是净增30%至40% 高空截击时 超音速推力亦提升显著 达25%至30%之距 气动布局的精量调整 则让F-18XT在加速与爬升性能上 实现了一、二十五倍的增长 翱翔天际更天从容 历经波音团队21次严苛是非 宝型油箱与封闭式武器舱的完美结合 加之隐身涂层的神秘加持 F-18XT在隐身战场上 较之于前辈超级大黄蜂 隐身性能跃升半壁江山 达到了50%的显著提升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F-18XT在电子战领域 亦是独领风骚 其机被镶嵌的球形导弹 与激光防御系统 如同战机的警觉之眼 时刻守护着自身的安全 而机首下方的前世红外搜索 与跟踪系统 则是对F-35技术的致敬与超越 它让飞行员得以传统迷雾 精准锁定地面与空中的 每一个威胁 态势感知能力提升至 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一切的蜕变 皆是为了让F-18XT 能够在未来的天空 与那些传说中的 五代战机一较高下 捍卫蓝天的尊严与自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